苏丹爆发权力斗争 战火纷飞让整个国家陷入混乱 商级人民之余也殃及到野生动物 尽管当地局势混乱 就连人类的食水供应都成问题 但是野生动物保护区的工作人员 没有因为战火而抛下动物门 冒着风险到园区喂食动物 然而僧多猪少 使这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粮食供应越来越吃紧 园区负责人陷入保护动物和照顾家人的两难局面 25头狮子等野生动物的情况变得越来越危急 战争不仅伤害到人类 也祸害野生动物 位于苏丹东南部的动物救援保护区 野生动物的命运岌岌可危 自苏丹爆发内战以来 园区创始人和部分工作人员 没有因为战火对野生动物弃之不顾 尽管保护区曾遭到炮弹射击 甚至结案不断 有车子被偷走 保护区创始人奥斯曼无惧种种威胁 坚持每隔几天就冒着生命危险 到距离喀吐木15公里外的郊区 为动物提供食水 We have no supplies, no fuel, no electricity, no water 随着粮食和饮料库存开始吃紧 人类饿了或许可以靠意志力支撑下去 然而动物却不同 尤其是园区内还有25头狮子 所需的肉类供应可想而知 再加上断电断水 园区如今还面对另一波威胁 为了不让狮子和其他野生动物挨饿 奥斯曼老心老力 在照顾动物和切尔之间来回奔波 但连他自己都不晓得 这样的日子到底还能撑多久 离开家门到园区 意味着自己的安全受威胁 又是战火又是抢劫 但不出家门 保护区内的动物生存却面临考验 一旦苏丹的局势再不恢复平静 等到食水供应耗尽 无法再供养所有野生动物时 奥斯曼恐怕将面临最艰难的决定 那就是让动物们安乐死 这也是他最不想看到的局面 中文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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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